好各位同学 我们了解在这个物理学里面呢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 我们称为基本量 第一个呢是长度 第二个呢是质量 第三个是时间 那时间的量测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借由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 就是单板 来量测这个时间 像这个我们古老的卦中呢 基本上也是吻合这个原理的 好大家请看这个 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单板 好那借由它的这个摆长呢 我们就可以量测它这个摆动一次的时间 好这时间呢 我们就称为它的周期 那周期的定义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把它测身 好然后放手 放手以后呢 它会再回到同样的高度 然后再回去 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摆动一次的时间 我们称为它的周期 那周期跟摆长的关系呢 摆长就是说指的是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的长度 利用摆长的控制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它摆动一次的时间 比如说是一秒钟 那就可以算出它的摆长 我们手上呢假设拿了一个单摆 如果你想定出一秒钟的这个时间 就它摆动的时间刚好是一秒钟的话 那这个摆长到底要多长呢 我们就利用刚刚那个公式来求它的摆长 那我们知道这个t呢就刚好是一秒钟 它会等于2π 这个π呢是3.14 然后乘上根号的积分这L 这个g呢就是980 所以两边平方以后呢 因为这个周期刚好是一秒钟 所以这1的平方呢 我们知道就是1还是1 然后它会等于6.28 就是2π的平方 然后乘上了L 除上980 所以这个L呢 就刚好是等于 980呢 除上2π的平方 等于说你的摆长呢 如果刚好是符合这个数值的话 摆动一次的时间呢 就刚好是一秒钟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能够凸显呢 摆长跟周期的关系 那依据公式来看的话 我们了解这个周期呢 跟那个摆长的平方根呢 是成正比的一个关系 它假设有两个分别是81公分呢 跟64公分的摆长的这个单摆 它的周期比呢 就是根号的81比64 所以这个81公分的周期呢 我们假设是T1 然后呢64公分的周期呢 我们假设是T2 所以两个的比值呢 就会等于 这个根号的81呢 比上根号的64 也就相当于呢 它是9比8 那换句话说呢 如果假设是这个 64公分的这个周期呢 假设是几秒 那这个81公分的这个摆长的周期呢 就是它的八分之九 单摆这个单元呢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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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